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俄乌战争的最新消息 美国跟俄罗斯代表周五将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会面 而美俄外交官终于正式坐下来谈 另外乌克兰虽然收复了赫尔松 可是乌军发现有一些俄罗斯士兵脱下军服混入平民 动机不明 夜里的巴赫姆特只剩炮弹声和橘色火光 乌冬前线一刻不得安宁 太阳升起后患无人机出动侦察 两军交火战场侦察和护炸无限循环 而在乌军收复的南部地区还得实时小心 俄军腾兵前伏 这我们试试我们的地方住在我们的可能性 的地方住在兵职服务员的俄罗斯 被击退的俄军武器炮弹通通来不及带走 还能用的武器收集起来 乌军部队继续使用 而俄军占领期间赫尔松许多救人英雄的故事 现在慢慢传开 这间儿童医院从开战初期 赫尔松落入俄罗斯手中后 就藏匿了许多没有爸妈的孤儿 医护人员在小朋友的病例上捏造各种症状 包括肺部出血 不自主抽搐等等 因为这群没了父母的孩子 一旦出院就会被俄军绑架 带到俄罗斯境内 光在赫尔松就有上千儿童 至今下落不明 种种人伦惨剧 让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也哭了 教宗话讲一半 低头全身战斗 流下眼泪 旁观群众拍手鼓励下 足足三十秒后 教宗才收拾情绪继续开口 但乌克兰人的苦难 还没有结束迹象 俄罗斯持续作战外 这星期更和白俄罗斯军队 雪地联合练兵 至于俄军 每隔几天就对乌克兰发动 大规模空袭 俄罗斯总统普钦首度承认 目标正是乌克兰能勇往 举着酒杯 轰炸平民 讲得一派轻松 普京话风一转 又把矛头指向西方与乌克兰 同一天 普京承认战争拖很久 虽然证实短期内 不会再次动员 但就是不愿意放弃 拿核武威胁全世界 当然普京越强硬 北约就越团结 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 只差土耳其和匈牙利同意 就能通过 而根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说法 预计不久后 两国就会点头 北约成员正式加二 TBS新闻综合报导 《华尔街日报》日前报导 美国持续的军援乌克兰 导致政府跟国会人士会担心 军售台湾的武器交付速度 会不会因此延宕 详细有交易记者李作合 好 现在西方国家 要对俄罗斯来实施进一步的制裁了 主要是因为针对俄罗斯 用伊朗制无人机来攻击乌克兰的部分 另外还有就是中国大陆了 主要针对的是因为在太平洋 非法捕鱼 那么现在说的是 美国官员白宫 打算要对俄罗斯和大陆 实施新的一轮制裁 而这个制裁的内容包含了 将会冻结资产 以及禁止相关的人入境美国 还有和美国的业务 往来都会因此受到限制 而现在大家也很担心说 就是恶物战争变成一场延长赛之后 到底这个军援会不会持续的来给予呢 华尔街日报就提到说 美国持续军援乌克兰 这导致很多国会人士相当的忧心 因为这样子军售交付给台湾的进度 是不是有可能就会因此而延宕 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 他就提到说 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军援乌克兰和军售交付台湾 这个进度 两个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还提到说 美国接下来会强化生产线 以及拓展他们的工业基础 那当然他也认为说 台湾要把自我防御放在第一位 所以也不断的喊话说 应该要加强军队的专业化 以及拟定这个征兵的时间表 美国女篮球星格林娜 透过换球重获自由 而今晚间他搭乘专机 平安的反抵美国了 而这波换球也引来争议 因为美国交出普京最想要 被称为死亡军火商的布特 他曾经卖武器给塔利班跟基地组织 而获释后对全世界又是一个威胁 飞弹落下 四周马上出现分散式火花 俄乌战争急速弹争议浮上台面 光俄罗斯就多次被抓包 使用禁止武器 一模一样的小爆炸 四月时就曾出现在哈尔科夫 俄军用急速弹铁阵如山 不过当初严厉谴责的乌克兰 却传出想跟进使用 外观和一般炸药雷同的急速弹 里头其实装入数个到数百个小型紫炸弹 这些紫炸弹如网球般的大小 一旦投放将会广泛散布 酿成大面积伤亡 由于急速弹争议太大 国际早就设立禁止公约 这份由110国签署的公约 明定禁止各国开发生产甚至转让 问题是签署国家中 不包含美国俄罗斯 还有中国大陆 美国照理不受限 但该不该给 还是让拜登陷入常考 除了要烦恼军援种类 美国近期也因为女蓝球星 葛琳娜被俄国拘押事件 伤透脑筋 不过美俄后来总算谈妥 以军火商布特交换葛琳娜回家 拜登在白宫与葛琳娜的妻子 共同宣布喜剧 葛琳娜所属球队也发文庆贺 只是开心之余 美国议员忍不住皱起眉头 因为美国等于妥协交出 普京最想要的人 绰号死亡商人的军火商布特 不只曾卖军火给盖达和塔利班 生平故事还曾被翻拍成 好莱坞电影军火之王 2008年布特在泰国被捕之后 引渡美国遭重判25年 如今突然获释 他自己也很惊讶 至少会将六种语言的布特当初建立遍布全球的枪支走私帝国 透过驻掌非洲中东和亚洲的冲突大赚武器材 甚至传出也靠血钻石获利 不过2009年布特接受CNN采访否认相关指扣 只承认和俄国政府有生意往来 但如此大咖的军火商最后只换回女篮球星 格林娜一人 美国前陆战队员保罗·惠兰 无法纳入换球 继续被关在俄罗斯 美国说俄罗斯坚持要就换一人 不然就没人能回家 不过未来还会继续努力救陆战队员返回美国 TVN新闻综合报道